伯伯今天要帶你來吃一家牛排店 它是位於大直維多利亞酒店裡面四樓 外面看出去這個中庭很像就在英國的 這裡有一個烤箱它造價是百萬的 它是跟著橡木一起烤出來一些牛排 今天帶著浩琴娘娘一起來這邊享用 我們待會在那個包廂裡面 好 跟著我走 這邊有幾個包廂 今天我們剛好在包廂用餐 那邊也有另外的包廂 好 我們進來看看 在戶外還有一個類似像英國的大笨中 這邊拍拍照打打卡也是一處不錯的地方 而且據我所知這邊好像也是一個可以辦婚禮的好去處 因為我們可能快要回美國了 所以趁這一陣子我們快點帶著浩琴娘娘出來 看她喜歡吃什麼 可是她特別喜歡吃牛排 所以我們今天帶她來體驗一下 這種歐美用餐的這樣子的環境 對啊 浩琴娘娘你喜歡吃牛排的哪個部位 哪個比較軟的 軟的部位 但你覺得是哪個部位是最軟的 你覺得你最喜歡的 我沒有 你問的我不想的 待會點那個菲力牛排那個部分比較軟的給你吃 你知道什麼叫做米其林餐盤餐廳嗎 不曉得 你想想看 米其林是最有名的餐廳啊 餐盤餐廳其實它是歸類於說它的食材很新鮮 但是它還沒有列入它星級的等級的 它的餐盤還有看到它外面的那些用料 它這一家它是屬於著那個熟成的牛肉 那其實我們在美國很少在吃所謂的熟成的牛肉 那我們牛肉就是一般的我們吃的牛肉 我們來嘗試看看這邊的牛肉呢 它的用法跟它的噴條方式 跟在美國吃法有什麼不一樣 那之前我們也介紹你 微風南山的四十七樓的Smith-Wilensky 還有另外一家 我們現在跳到內湖 這家叫Meep Store 它這裡也是有一些叫H的熟成牛肉 這個牛肉呢 實際上從美國運過來的時候還是生的 然後他們會放在他們的一個溫度裡面 讓它慢慢慢慢讓它變乾 之後呢它外面的那個外表會把它切一切啊 因為外面這個皮已經有點 會變得有點苦苦的 所以外面那一層是不吃的 所以熟成牛肉它相對它血水就不會那麼多 那今天我們吃的熟成牛肉是兩個禮拜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血水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 因為它的熟成牛肉如果超過30天呢 它外面乾的那一層會比較厚 所以相對的熟成牛肉超過30天 它的賣價就會比較貴 還有我們很多人就是最近都從美國回來的朋友 我們到處去餐 然後到處去吃像台灣的一些像這樣子的餐館 好我們再回到維多利亞餐廳168公里 這個基本上就是台灣還蠻知名的一些牛排店 這邊呢你如果要帶酒來的話 葡萄酒呢每瓶的開瓶費是800塊 裂酒的話是1000塊 那它其實這邊的酒單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的價位其實不會很貴 就是你如果帶酒來其實也沒有比較划算 因為它給你收這種開瓶費的費用其實也是滿高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你們就直接在這邊做消費也不錯 要帶你去參觀他們的酒窖 順便跟你們了解一下 它這裡其實有很多很不錯等級的一些威士忌 所以他們可以做調酒啊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他們的酒窖 到底有什麼樣的好酒 這些酒好多都 大酒莊 法國的酒莊都在這邊 所以看來都是法國的酒比較多耶 那我們YSPECT他也獲得兩個酒杯的食物了 因為我們的長酒有超過大概400種 西班牙、義大利 那這邊有一支美國酒 那我們這邊有一支的話 像這一支應該是我們最貴的 這是美國的孝英酒莊 這支我們在酒單上面賣的話 它是20萬 你喜歡什麼品種、什麼國家、什麼產地 基本上我們都有 那今天呢據我所知就是 你如果點了它的套餐 你可以升級它的龍蝦 那平常它的單價呢 一支呢原價是2600塊 那它今天是半支的話是990塊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再升級一下也是不錯的 那我們請這邊的服務人員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最上面開始前菜 八個選一道 那往下湯或沙拉也是八選一 那再來是主餐 上面是牛排 然後飛牛排 還有海鮮類 那主餐後面它寫雙人的話 那就是主餐是兩人份 那一樣都幫它兩份副餐 可以各選各的 像是紐約客的話 它是屬於比較嚼勁的一個部位 它的細菌會比較多 那菲利跟老饕啊 它都是軟嫩的 菲利是純瘦肉的口感 所以它的吃起來會比較單調一點 我們背面的話 就是搭配主餐的配菜 甜點 還有餐後的咖啡茶 那每個都選一道 換團 不是換團啊 炸換 這個他們說是飯糰 可是我吃不出來的飯糰 我只有吃到肉 它的肉的成分比米還來得多 米還多 就是它裡面的汁這麼多 特別是它這麼粗 粗到就是連好奇娘娘 都覺得很像一條起司 那我們吃下去後才發現 哇那個咬下去那個汁 覺得那個應該是很刮的 很粗的 竟然吃下去是每一口 都是可以咬下去的 我本來以為這個是起司 結果不是 吃下去就是那個 竹筍 爐筍 爐筍 咬起來很難 口高的很好 它這個汙泥呢 它上面有一層白白的 上面那層慕斯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可是它吃下去 它綜合起來有點甜甜的 這下面其實是鋪了火蘿蔔泥 所以你感覺上好像就是汙泥一大坨 實際上就是上面的兩片而已 可是它在綜合整個這樣子的口感 跟我平常在日本餐館吃的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就是另外再加價250塊錢 你就可以吃到這個汙泥 它這個Craft Cat 它說平常一般外面都是用炸的 然後它這個是用煎的 所以沒有那麼油 然後它這個蟹肉我覺得還蠻 蠻細的 然後加上這個 我不知道它旁邊這個花椒粉 是有什麼特別 但是 因為不辣 所以還好 還不錯 再加上那個生菜 配起來還蠻 搭配的蠻爽口的 大家都好奇 好奇對不對 好奇什麼叫做熟成牛排對不對 那般的 那我們請Lester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我們有分濕式熟成跟乾式熟成 剛才外面我們有看到的是我們的濕式熟成式 濕式熟的話它就是將肉放在0度到1度C左右 然後保持固定的濕度 讓它的血水慢慢的可以滲進去 讓它的肉變得軟嫩 那我們另外也有提供乾式熟成的肉 那因為我們沒有乾式熟成的那種熟成式 這是廠商幫我們熟成好再送過來的 乾式熟成的話 它就是將肉汁直接懸掛在熟成式裡面 去做風乾 就會類似那種精華火腿的樣子 熟成牛排乾式的話 它100%的肉進去 它出來可能升70% 表面的它都會切掉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乾式熟成的成本 它會比較高一點 那它的風味也會比較重 因為它的肉就是完整的滲透到那個肉的裡面去 那濕式熟成的話 它的肉是屬於比較軟嫩的口感 比較juicy 那它100%的肉進去 大半分就是100%的肉就會出來 所以它的成本 比起乾式熟成來講 是比那麼高 但是論好吃度的話 不一定乾式比較貴 它就比較好吃 這個就因人而異 剛剛我們已經吃過它的appetiser 現在我們來喝它的湯 跟吃它的沙拉 西班牙伊比利火腿沙拉 這個形態它整個擺盤都是很漂亮的 然後再來我這個也是另外在upgrade加價的 這個是石斑魚 它搭配這些濃湯 還有就是剛剛蘆筍的部分 那後勤娘娘你吃什麼呢 你吃什麼 農工 農欸 我的各位 我們要進入牛排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搭配牛排的鹽還有芥末 你看白色的這個是辣根醬 辣根的話它是一種植物 它原名就叫做辣根 有點類似白芥末之稱 它吃起來是比較嗆辣的口感 中間這個它是法式芥末子 吃起來它是偏酸的滋味 這邊這個法式芥末 它就比較溫和帶點甜味的口感 怎麼樣? 你看你有沒有很好奇想吃吃看 對 這很多噱頭 其實 來這種店你就是一邊吃要一邊學習 然後知道它這些食材的來源 各方面 很多啦 很多 很多 我以為它是每個人都一套 沒有 這些鹽巴帶我回去 你們還是要再給其他客人嗎 還是就丟掉了 這個鹽 我們都會回去整理一下 但是如果我們有發現客人 我們就把它的口水 或是去沾到 我們那個就會直接充分 我們怎麼發現 我們用這個過程都會看一下 對 一般我們就是直接這樣 咬到盆子上去沾 那如果有看到客人 直接拿肉去沾 我幹嘛 那我們都會發現 我就記下 這個鹽巴就會全部換掉 而且你們都有盡視器啊 好像沒有 沒有吧 這個都沒有監視器 好想 真的壓力太大了吧 太沒隱私了 沒有啦 沒有監視器 所以這個他們會處理一下 那這麼貴的菜 應該每個人都有一套菜 對 而且你這個車套應該都要倒掉了 剛剛我們才在分享說 其實有時候住在大樓裡面 有很多公社 比方說媽媽教室啊 宴會廳啊 其實用了一兩次 或者是宴客朋友之後 就發現有點疲乏了 所以整個台灣我就發現 有很多像漂亮跟很舒適的好地方 可以跟我們來這邊做消費 而且甚至你在自己的大樓宴客 你還要再請外面的Pattery進來 實際上還是另外一筆消費 所以有時候想一想 選擇不同環境啊 來到這個地方啊 而且又這麼安靜 他等於說是整個自己的包廂 這個環境很不錯 所以我是覺得 有時候就是坐在大樓 要付那一管理費 然後去維持那些 不去的公社是不是華盛 今天突然間有這樣子的感悟耶 然後他這個肉呢 已經是熟成的 所以他在吃的時候 已經沒有什麼血水了 所以好像你要繞口令 對 那你在吃這個時候 你可以搭配他這個蘑菇啊 Mush Potato Baked Potato 它有不同的一些搭配 所以這個吃起來我覺得 目前吃起來這個質感還真的很不錯 就是以我平常在吃牛肉的品質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點的這一個是菲力牛排 那說實際的話 菲力牛排怎麼煮的好吃啊 因為本身肉的質感就是好 那他這個龍蝦 跟平常我們在波士頓吃的 有什麼不一樣 烤的味道就是剛剛好 你不會覺得說他烤的太乾 所以他這個龍蝦只要是新鮮 他怎麼煮都是好吃的 就跟牛排一樣 他只要是部位對的話 怎麼煮都好吃的 這個小細節 我要特別分享的就是 好奇娘娘的拐杖 一般到這種餐館啊 都很難有地方可以放 他好貼心喔 竟然這樣可以懸扣上去 然後我們剛剛還在懷疑說 為什麼他沒有給我們一個籃子 放我們的包包呢 竟然就在這個椅子的背後 竟然就可以這樣懸掛了 好奇娘娘今天滿意嗎 滿意 馬車稀小無暢齊錢 很好 很享受的 那我們再繼續分享你他的甜點 飲料 那我們就結尾囉 那希望這次的分享 可以讓你們了解 在大直的Vittoria Hotel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規格的牛排店 下回見 掰掰